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暑假即將進入尾聲了 那些好玩的遊戲 是否已經偷偷在夏季特曼上 吸光你不少荷包呢 今天要介紹這款驚悚遊戲新作 不只內容豐富 而且遊戲可是免費的喔 這樣就不用擔心到了月底 沒有遊戲可以玩 而且還可以讓荷包君好好休息一下囉 即將於本月月底 免費在Steam平台上面 釋出的這款死亡邊境2 前一代作品是在2008年 推出的網頁版殭屍生存MMO遊戲 而本次推出的新作 將會一樣以MMO多人連線的模式 且採第三人稱射擊的玩法進行遊戲 玩家將身處於一個滿是殭屍的末日世界中 必須設法運用身邊的武器 來保護自己擊退殭屍 在這四面重圍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遊戲是採MMO多人連線的方式運作 那當然也少不了社群互動的系統啦 在死亡邊境2中 玩家將可彼此進行交易 獲取雙方各自所需的資源 建立使用者間的自由市場 也能相互合作 找出提高生存率的方式 獲取更多資源 此外官方也提到 日後將會加入世界事件 建造等更多功能 讓玩家們能在遊戲中 享受更多不同種的玩法 如果大家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到Steam上面 把它加入願望清單吧